哈囉大家好,我是墨洋 我是一名整理師 也是分享斷舌梨跟極簡的youtuber 歡迎來參觀我們家 以前覺得房子要夠大才可以放得下我所有的東西 但接觸極簡後發現小巧簡單也可以很美好 這裡一共30坪 原本是辦公室 我們將它改成兩房兩廳兩位 本身沒有太多的隔間 節省了許多拆除費用 顏色以白色賠上木質為主 讓空間看起來簡約乾淨 而牆面加入一些色塊點綴 純粹是個人喜好 我希望家裡擺上喜歡而且會用到的東西 鋪著喜歡的木頭地板 擁有整齊夠用的收納櫃就好了 所以捨棄了許多 比如說像清淨燈 或者線板等等的裝飾性元素 也進而將預算控制住 舊家簡單好看的家具不用刻意再為了搬家而喚醒 像IKEA的餐桌、沙發、床架和收納用品等等 都直接帶來新家沿用 儲藏室捨棄了系統櫃 將舊家的電視櫃整座搬到儲藏室 格狀設計搭配收納盒 了解每一區每一格要放什麼就會很實用 對我而言儲藏室的定位不是讓人堆東西 而擺放的東西比較像是必須用 但是不常使用的東西 例如像行李箱或是工具箱等等 廚房是全白色的 考慮到很多家店 廚房用品有不同的造型顏色 所以基底是白色的話 怎麼配置都比較不會亂七八糟 我喜歡烹飪下廚跟做點心 也希望頻道可以分享一些料理日常 但之前考量租屋處是傳統狹長型的格局 拍起來比較不好看 所以就停滯了 現在有了美觀又好操作的空間 希望能夠重拾這個主題 最後提到的臥室也結合了書房 作為我平常辦公的地方 特別做了一個玻璃滑門 將工作區與休息區界定出來 雖然空間只有兩坪 但也足夠我擺放工作器材跟日常物品了 現在我家的物品大概六七分滿 每個人對於極簡的定義不一樣 我並不追求只能有幾套衣服或是幾樣物品 只要可以維持自己希望的簡單舒服 便是我所期望的生活樣貌 多謝 兩位 九尺 多謝 九尺 多謝 十三 感谢观看